这次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它在这个2199马币的这个价位里 搭配了这个 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这个时代里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一部手机的要求 已经不再满足于基本的通信功能了 那作为一个科技博主 我一直都会追求推荐那些 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还有乐趣的一些科技产品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台 OnePlus最新发布的OnePlus Note 3 5G 那我们今天会来看一下它的特点 还有一些功能的 那首先我们就先从它的外观设计开始吧 OnePlus Note 3 5G的这个淡蓝绿色的玻璃设计 其实真的非常的疗愈 我一人就被它吸引住了 它的边框也是搭配着磨砂的淡淡的绿色 做工非常的细腻 不过必须要提的就是 这个玻璃背盖是会比较在滋稳 记忆的朋友还是建议你们使用配来的这个手机壳 那OnePlus这次它依然保留了它们家的特点 就是手机右边除了有电源键之外 还有音量的开关键 我觉得这个音量开关键真的非常的方便又实用的 那它还有双立体扬声器 音量也很大 对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还具备IP54级别的防尘防水功能 那你在外使用的话 也不需要担心下雨的时候会弄死它 那接下来我们翻过来看看它的屏幕吧 这块直面屏讲真真是很高的水准 整整6.74寸的屏幕 看电影或者是玩游戏都是很爽的 而且屏幕的屏幕的屏幕设计真的超窄的 让我们这些用户可以享受高达93.5%的屏占比哦 那它的画质更是没得说了 1.5K的AMOLED屏幕 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超高清的视觉体验啦 那老实说呢这块屏幕的画面清晰度啊 还有很色彩还原度呢都是很出色的 而且呢它还有120Hz的刷新率 让我们在流浪网页啊 或者是观看视频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呢 都可以感受到每一帧的流畅度的 那它的亮度呢也是超级高 高达1450nit哦 就算是在阳光下呢也是可以清醒的看见哦 Next我们就来聊一聊它的处理器吧 这次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啊 它在这个2199码币的这个价位里呢 搭配了这个我觉得非常强大的这个处理器啦 那OnePlus Note 3 5G啊 这次采用了Diamen City 9000的处理器 相比上一代的Diamen City 1300 的确是有了很大的飞跃哦 那我试着同时打开多个APP啊 完全也没有卡顿的感觉了 而且呢它还有16GB的LVDDR5X的内存 还有256GB的UF3.1快传输内存啊 所以呢并不需要担心储存啊 不够用的问题了 而这个手机呢它运行的是OxygenOS 13 Android 13.1的系统 简单啊容易用也没有多余的繁杂的操作的 还有就是哦 OnePlus啊它向用户提供享受 三次大版本的Android软件更新 还有长达四年的安全更新 对于用户来说啊 我觉得呢是一个很贴心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啦 那让我们接下来看看 OnePlus Note 3 5G的相机 它搭载了一颗50MP的Sony MX890的主摄像头 它带有OIS的光学防抖 那这相机的优点是呢 我每次拍摄的时候啊 都感觉到照片其实都是很清晰 也是很稳定的 不需要担心拍糊了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一样哦 当然呢它还有8MP的Sony IMX355超广角的摄像头啦 可以拍摄出112度的宽广画面啦 它还有一个2MP的微距镜头啦 你们怎么看这些照片呢 最后呢我要说说的是它的电池啦 那这个OnePlus Note 3 5G虽然不轻 但是呢它很薄 它也搭载了一块5000毫安的大电池哦 而且呢它还支持80W的Superbook散充的技术 实测呢它只需要31到32分钟左右呢 就可以把电量从1%充到100%了 我觉得这速度是属于很快的了 不管我有多忙啊 只需要休息一下呢 就可以把手机重新的这个充满电量啦 那总的来说啊 这台OnePlus Note 3 5G啊 真的给了我不错的实用体验了 大屏幕啊 高清的画质啊 强大的这个处理器啊 出色相机还有它的快充呢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 那我觉得呢 它这一款手机啊 是比较适合那些追求高品质啊 高性能 但是呢 又不想要买到最高旗舰的用户啦 如果呢你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话 都可以在留言栏里留言 那我会尽快回复哦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还有点赞 还有更多的好物 在等着我们一起探索哦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咯 谢谢观看 Bye